大家好,欢迎关注华尔街电视频道。 本视频录制时间为美东时间5月24日。 这期热点深度,继续来关注。 郭文贵被控欺诈案,陪审团选择完毕,正式开审。 在郭文贵案第三天的庭审期间,发生的事情也不少。 美东时间2024年5月24日上午,账号内城新闻界在X平台上发布贴文串, 称在9点54分,郭文贵案的12名陪审员按编号选出。 托雷斯法官称,空编双方都已用尽无理拒绝的权利, 最后一个席位已填满,我们有陪审团了。 随后,托雷斯法官请陪审员进场。 陪审团的1到12号位分别是10号陪审员、34号陪审员、78号陪审员、79号陪审员、81号陪审员、83号陪审员、 90号陪审员、106号陪审员、120号陪审员、126号陪审员、135号陪审员、138号陪审员。 各自就位后,托雷斯法官宣布,案件正式开庭审理,现在开始开场陈述。 路透社随后的报道提到,一名联邦检察官周五在纽约对流亡中国商人郭文贵的欺诈案开庭审理时说, 郭文贵在中国当局没收起财产后,骗取了他的追随者超过10亿美元。 美国助理检察官麦卡·弗根森告诉陪审员, 郭文贵曾是中国的一名房地产开发商,后移居纽约。 他通过抨击中国政府的视频在网上积累了一批追随者。 弗根森说,在中国和香港当局没收了他的资产后, 郭开始向他的追随者推销欺诈性投资。 弗根森说,郭文贵,也叫麦尔斯郭,进行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简单骗局。 他用从被他欺骗和欺骗的人那里偷来的钱,过着亿万富翁的生活。 由12人组成的曼哈顿陪审团,将权衡有关郭文贵利用其多产的网络形象和数十万追随者, 为自己和家人带来资金的指控。 郭文贵有多个名字,包括麦尔斯郭,自2023年3月被捕以来, 郭文贵一直被关押在布鲁克林监狱。 郭文贵的律师萨布利纳·施洛夫在开庭陈述中说, 郭的生意是合法的,他的目的是发起一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运动。 他说,这不是赌博,不是阴谋,不是骗局。 施洛夫说,郭文贵的许多行为,如拥有多个电话和银行账户, 都是常识性的保护措施,因为中国政府一直试图干扰他在美国的工作。 这位辩护律师还敦促陪审员布, 要因为郭文贵如何使用他通过房地产积累的巨额财富而对他做出评判。 检察官称,从2018年开始,郭文贵用普通话在在线视频中兜售理财机会, 提供对其媒体公司、一家所谓的加密货币企业和一个农场贷款计划的投资, 以及号称提供礼宾服务的高级俱乐部的会员资格。 检察官称,郭文贵盗用这些资金购买了一栋新泽西豪宅、一艘游艇、数量豪车和其他奢侈物品, 包括两张价值3.6万美元的床垫。 郭文贵面临12项欺诈、勒索、供谋和洗钱指控。 美国地区法官托雷斯的审判可能会持续到7月。 郭文贵一直是美国前总统唐纳德·川普的前任顾问史蒂夫·班农的商业伙伴。 2020年,班农就是在郭文贵价值3700万美元的游艇《五月女士号》上因另一起欺诈案被捕的。 川普在其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小时赦免了班农,从而结束了这起案件。 班农不认罪。 郭文贵于2014年在习近平主席领导的反腐镇压期间离开中国。 中国官员指控郭文贵犯有受贿、洗钱和其他罪行,但他予以否认。 移居美国后,郭文贵在曼哈顿第五大道豪华的雪莉荷兰酒店买了一套住房,并通过批评中国政府,包括指责领导人腐败,吸引了一批狂热的粉丝。 因中国政府的要求,全球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于2017年4月发布了逮捕郭文贵的红色通缉令。 施罗夫周五在法庭上说,在郭文贵接受了美国政府支持的美国之音的采访后,国际刑警组织试图让郭文贵保持沉默。 视频开头提到的,人在现场的,内城新闻界,转述的现场内容,则更为详细全面。 比如,助理检察官提到,郭文贵用受害者的钱买了价值3.5万美元的床垫和价值6万美元的电视机,受害者什么也没得到,郭文贵偷了投资者的钱。 这里,郭文贵的律师提出反对,被法官托雷斯判定反对无效。 助理检察官接着提到,你们将听到郭文贵的字数。 你会一遍又一遍地看到他在视频中说谎。 你们会听到一名被告相关雇员的电话录音。 你会听到郭文贵如何转账1亿美元用来购买豪宅的。 你们会看到豪宅的照片,还有他定制的意大利西装,他的银行记录。 有些人会根据非起诉协议作证。 比如郭文贵的律师提到,检察官说,郭文贵的品牌G-10上一件运动衫或运动库要800美元,我很抱歉。 但那是人们自己的事,是中共不允许选择。 是的,这些声音都是以郭先生的名人效应为基础的。 郭文贵刚开始工作时,几乎不会说英语,你会听到他用苛刻的声音说话。 他说的话听起来就是有不愿听取别人想法的固执。 但请问,这是犯罪吗? 再比如,郭文贵的律师提到,不管证人怎么说,郭文贵早在政府说他犯了诈骗罪之前,就过着奢华的生活,西装、床垫所有的一切。 家庭基金将永远支持郭文贵,肤浅或富有并不会让人成为罪犯。 再比如,郭文贵的律师还提到,富人经常会宣布破产。 内城新闻界提到,在短暂休息之后,第一位证人被传唤。 第一位证人是艾琳·麦克纳玛拉来自FBI,她称自己是一场搜查行动中的协调员。 麦克纳玛拉说,我们对位于康涅迪格州格林威治塔康尼克路373号的一座豪宅执行了搜查令。 我们对郭文贵发出了逮捕令。 麦克纳玛拉说,郭文贵没有在场,但他的妻子、女儿和女儿的男朋友都在场。 这座豪宅里有人住,还有两只狗。 在助理检察官要询问这些人的名字时,郭文贵的律师表示反对,被判定反对无效。 根据麦克纳玛拉,在这一次搜查中,有约40名FBI人员参与,一辆红色蓝波基尼牌跑车被扣押。 除了针对康涅迪格州格林威治塔康尼克路373号的搜查,针对其他地址的搜查也在进行。 下一位证人是兰博基尼达拉斯的经销商Vonsuken。 他承认把一辆兰博基尼牌跑车卖给GG乐部。 根据Vonsuken,并没有人来看车,车被卖下后就直接运走了。 这辆车建议零售价65万美元,在GG乐部花了超过80万美元买下这车时, 该车仪表显示行驶里程317英里。 这时,郭文贵律师突然问,所以这辆车是一项投资吗? 随即助理检察官表示反对,法官接受反对意见。 在这段交叉咨询之后,托雷斯法官宣布, 陪审员们,我们已经完成了本周的工作,随即陪审团退场。 托雷斯法官说,我要请第五候补陪审员进来。 我从你那里收到了一张关于交通困难的便签, 在6月18日之前,第二种方案可以解决你的交通问题吗? 接着托雷斯法官宣布,现在休停。 彭博社的相关报道提到,检方称,由于缺乏陷阱, 郭文贵开始疯狂诈骗,在2018年至2023年期间, 他向自己忠实的支持者群体投入数百万美元, 用于一个加密货币计划,一个会员专属俱乐部, 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和一个农场贷款项目。 被告的追随者信任他,福根森告诉陪审员, 钱就蜂拥而至。 美国地区法官托雷斯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措施, 命令陪审团匿名,每天由美国法警护送到法院。 美国政府对郭文贵的支持者表示担忧, 而对中国政府尺尖锐批评的郭文贵则表示, 共产党才是威胁。 美国政府称,投资者花费了四亿多美元, 通过涉嫌非法的私人股票发行购买社交媒体平台GTV Media Group的股票。 美国政府称,郭文贵从中攫取了一亿美元, 并将其存入凯尔巴斯对冲基金用于高风险的港元对赌。 这一赌注导致三千万美元的损失。 下一个被指控的骗局是G俱乐部, 这是一个独家私人会员俱乐部, 最低入会费为十千美元。 据政府称,投资者被告知加入该俱乐部可以获得GTV的股票和其他福利, 包括G时尚的折扣, G时尚向被告的追随者出售昂贵的服装。 在对陪审团的陈述中, 福根森列举了郭的一系列奢侈消费, 包括一辆价值近一百万美元一万美元的兰博基尼跑车, 给儿子买的价值四百万美元的法拉利跑车, 甚至还有一张价值三点五万美元的床垫。 美方称,他用投资者的资金购买了这些资产。 福根森还列举了郭通过其时尚品牌出售的一条价值八百卡美元的运动裤。 但他的律师告诉陪审团, 国在中国房地产界积累了大量财富, 他是这个家族八个孩子中的一个, 早在他被指控犯下这些罪行之前, 他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施罗夫说,政府希望你们对一个在电视机或床垫上花费数千元的人做出许多负面推论。 他敦促陪审员将这些放纵的行为与背景联系起来。 施罗夫说, 郭文贵毕生致力于举报运动, 这是有代价的。 他说, 他的手机和电脑被共产党入侵, 他的妻子和女儿在中国被关押了两年, 国际刑警组织还对他发出了逮捕令。 他说, 共产党还以受到美国制裁的人的名义, 向郭德银账户存钱, 导致银行关闭了他的账户。 施罗夫告诉陪审团, 中国共产党有一千种不同的方法来扰乱郭文贵, 阻止一场政治运动, 而这确实是郭文贵整个人的精髓所在。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6do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